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大華旅店 來喝一下他們的下午茶 他的外觀 非常的有歷史的氣息 也有這個娘惹的風格 我給大家簡單看一下 大華旅店的 這邊是一個很古老的一個吧臺 感覺像老上海的樣子 往裡面走 哇這個裝修真的是挺特別的 這感覺 有點南洋富商的感覺 這邊是 放了很多 樹啊什麼樣的 有朋友來的話可以在這邊喝喝茶看看書 這些桌子都感覺 很有歷史的 氣息 這白葉窗啊 哇 一下子到了這種環境就感覺 好像回到了 老上海的感覺 其實 這歷史 歷史真的挺 挺像的 跟上海是有幾分相似的 來 來 來 好謝謝 好謝謝 這邊的擺盤也是非常的別緻 特別好 感覺氣氛特別的 特別的安靜 沒有這個手帕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時候的 這個手帕 古時候的那種工具 不是古時候哪有古時候 是老 民國 對民國的時候 這邊還有幾張 很老的照片 這是 這都是黑白的時候 大概都是幾十年 百年歷史的照片了 這些 這個應該就是紅屋 大家看到過嗎 幾百年前的 紅屋的樣子 有點反光啊 怎樣 我們知道這邊 下午茶是 就是我們 大女兒的一個同學 她說來過這邊 因為這個 大華旅店 我們一開始以為 就是一個普通的一個 酒店 我們也不知道 它裡面有下午茶 也沒有進來看過 因為沒有住過這個酒店嘛 然後 他同學介紹說 這邊下午茶挺特別的 挺好的 我們就 來看一下 來試一下 這環境走進來 和你那種 比如說五星級的 或者 比較高到那個酒店的下午茶 那種感覺的確是很不一樣 因為馬六甲人應該知道 這個是房子是蠻有歷史的 這個好像是 馬來 馬六甲最老的 酒店之一吧 應該是 好像這房子應該有 100多年的歷史了吧 好像原來是一個 富商的一個家 然後後來也是幾斤轉手以後 好像在19 我也看了一下 好像在1953年還是什麼時候 就建成了現在的 大華酒店 非常有歷史 歷史的一個價格 酒店的一個set 是兩人份的 真的很大 兩個人的話 我覺得兩個女孩子肯定吃不完 兩個男孩子吃也 夠嗆 看 它有三層 一二三三層 咖喱蛋糕 是吧 有點咖喱的味道 對 但是它不是很甜 對 有咖喱的味道 很特別 這味道我們沒有吃過 沒有吃到過咖喱味的蛋糕 第一口有點怪 第二口就挺好吃了 挺香的 它其實就是有一點 顆粒的感覺 到嘴巴裡面就感覺很快就融化的 非常香 來一口他們的蛋糕 小椒會評價很高 很濃的蛋味 就網上有朋友給我們留言 也是對我們的關心 說我們在外面這樣 老是走來走去的 會有風險 會有危險 那麼 原來看過我們的 最早訂閱我們的朋友 應該對我們的情況 比較瞭解 那很多朋友 都是最新預定的 所以都是新朋友 我也沒講過我們的情況 我就今天跟大家 趁著機會 就說一下我們情況 其實我們 我跟我太太兩個人 在這邊是沒有工作的 我們的社交圈非常小 每天接觸的人也是 也是很少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很敬意 很很親密的接觸 我們的父母也不在身邊 也沒有兄弟姐妹 也沒有什麼親戚 所以也沒有日常的一些 家庭聚會 然後朋友聚餐 這些親戚往來 人情往來 這些事情 社交圈就是非常的狹窄 基本上就是我們一家人在一起 所以我們最多的 娛樂就是到外面稍微走走啊 吃吃吃點東西也算是一種 我們的一種休閒方式 其實我們已經 減少了我們的外出了 那在疫情之前的話 相比疫情之前 我們基本上 減少了要60%到70%的外出 因為以前的話 我們基本上 嗯 每天都要去健身房 去游泳 現在我們也去的 基本上不去了 健身房是一個 室內的一個 一個項目 空氣不流通 所以我們 既然去的基本上就不去了 然後很多 能避免的一些 外出啊 我們也是盡量避免人多的地方 就像去商場 A用啊 就這些商場 我們已經大半年都沒有去過了 因為那邊的話 就是空氣流通不是會很好 人流也會比較多 大家看我們平時去的地方 不管是吃飯 然後去逛的話 都是選一些比較空曠的地方 然後室外 吃飯的話也是在室外 四周通風的 這樣空氣流通會比較好 其實 對於這個病毒的話 最 感染率最高的 其實是在 就是 同事之間啊 然後 一些比較親密的接觸 就是在室內 近距離的 在室內的 空調啊 有冷氣啊 這個封閉的屋子 然後 大家近距離說話啊 然後這樣 感染風險會比較高 如果在室外的話 空氣流通的話 如果不是戴著口罩 大家這樣的話 應該風險是很低的感染的風險 而且我們出門的話 都是會 嚴格的遵守 SOP 然後 口罩 吃飯洗手 這些我們都是 嚴格遵守的 所以 非常感謝大家 對我們的 關心 我們就簡單跟大家說 因為 說實話 我們的社交券已經這麼小了 如果我們 再不出去走走的話 其實大人能受得了 小孩子也受不了 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 大家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非常嚴格的一個 行動管制令 那時候我們就在家待了 一兩個月 然後 我的 小女兒都在家待了 感覺都有點傻傻的了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盡量會 保持一點 就是 對外面的一點 簡單的社交 然後可以 要不然的話 我怕 我怕等疫情 過了 這個小孩在家待的也待的 心裡都抑鬱了 我們現在做這個頻道的話 其實我看了 很多其他頻道的 製作者 他們做的都非常的好 不管是剪輯啊 攝影啊 配音啊 講解啊 都做得非常的專業 看看我們自己的感覺好像挺粗糙的 但是我們也不打算去學別人 第一個 我們學不會 學不了別人做這麼好 第二 那也不是我們的強項 硬要去學的話 那最後 也肯定是 我們的風格啊 東師孝平 反而丟了自己的風格 我們就想著把我們自己最自然的一面給大家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 那麼多朋友支持我們 我們也想拍點更加好的一些 視頻出來 馬六甲的市區的一小塊範圍之內 那適合就是 半天啊 一天啊 這些遊客一天跑幾個點的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的 但是我們的 看我們的視頻的話 知道人家 知道人不多的 其實在 就像這個大華酒店的 下午茶 如果不是 我女兒的同學介紹的話 我們也不知道 我在網上查了一下 也基本上很少有這方面的資訊 呃 大家都不知道有這邊可以有一個喝下午茶的一個 地方 然後也不知道裡面的 呃 東西是怎麼樣 環境怎麼樣 價格怎麼樣 那大家看了我們的視頻以後 呃 我覺得 就 會有一個方向 哦 是不是 呃 覺得 這個是不是 喜歡這裡的 食物 喜歡這裡的環境嗎 如果你覺得喜歡 的話 呃 那麼就可以 來的時候就可以感受一下 那不需要 每個地方都去跑 沒有目的的 這樣一個個地方去跑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做視頻的最大的一個 說的 說的累了 繼續 喝一口茶 這杯是綠茶 你怎麼喝我的呢 我喝一下你的綠茶 來我給大家 嚐一下這個 藍色的飯 這是屬於娘惹糕點 對這娘惹糕點 看一下 我這個 因為這西米露裡面有椰醣 嗯 很好吃啊 你看這是糯米的好像 你可以嚐一口 是糯米的呀 嗯 很甜 多用一點試一下 那自己磨好了 嗯 他那果醬對吧 不是很甜 剛剛 Emily都是單單獨吃了一杯果醬 但我覺得他這個奶油其實挺好的 嗯 嗯 嗯 真不錯 這奶油就有很濃的奶香味 是吧 哈哈 是廢話 但大家不要聽我們說廢話 因為從中國過來的 大家都知道 就 牛奶不一定有牛奶味 豬肉不一定 有豬肉味的不一定豬肉 有牛奶味的不一定是加奶了 在中國就是 就是 有的就是 往 奶裡面掺水 那這個算是比較有 正常的作法 良心的 正常的作法 對 正常的作法 牛奶裡面掺水 然後有的是往 水裡面掺奶 哈哈 有個笑話就是說 水裡面掺奶 哈哈 就不敢 嗯 對 就 就說每次出去 就是到國外喝的第一口奶 就感覺 啊怎麼是牛奶是 沒有以前也 能這麼好喝呢 怎麼能這麼好喝這個奶 就那種 純純的就是牛奶的牛 牛乳的這個香味 你不用聽說這邊都知道 那 就 和這也很難體會 我們中國來的為什麼對很多東西都是 大家都習以為常的東西 我們就會覺得特別的好 呃 特別的感慨 大家要理解我們 聽說這個房子 下面大華酒店原來有 什麼 富豪娶了四個姨太太 所以樓下有四間房是嗎 我們這間說不定是哪一個姨太太的房間 呵呵呵 這邊 路程的話就是從機場街 我們一般就是從 呃機場街或英雄廣場那地方開始算的 到這邊來 走路15分鐘到20分鐘左右 就一路走過來也都是挺老的建築 所以如果天不熱 大家也 不一定需要打車 就直接沿著 沿著導航可以一路走一路看 呃 然後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MISSY的 呃 是找MISSY的 呃 這個還有很多 你可以把它全部放進去 放到一個框裡面 然後 玩一下 數一數多少個 然後給它平均分一下好嗎 OK 運用你的小數學好不好 我們把這些 看見沒有全部吃完 幾乎沒剩 哇 吃的夠撐的 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拍一下我們的賬單啊 我們這個套餐是 一共是 120塊錢 120碼幣 這樣就是一層 蛋糕 然後加上兩壺茶一個套餐 120 我們也在這邊做了 差不多做了不少時間了 然後我在這邊 也是過了一個 非常悠閒 安靜的一個下午 好的 還想做一會 還想再玩一會 好的好的 那我們先跟大家說拜拜吧 好嗎 我們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好嗎 不願意啊 你還要再玩一會 還要再做一會 好的好的 那我們也就說了 今天也就差不多這麼多了 我們就下期再見 好 拜拜 拜拜